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是開服的第九天 那今天這一集最主要就是來跟大家講解一下最新的活動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阿伯的想法 那在這邊也有一個CP值超級高的禮包 待會就會推薦給大家 好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不妨先幫阿伯點一個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最新資訊 然後我們就 正片開始 Let's go 好那首先我們就先來帶大家看一下新羅起步這個活動 那每天他會有任務 我們去解就可以獲得到100點的積分 那每天的話一共是可以獲得到600的積分 再加上俠客試煉這邊 挑戰之後 可以再獲得到200的積分 這邊記得一定要來挑戰一下 所以說我們一天的話就可以去獲得800的積分 然後消耗積分呢 我們就可以去開啟這個奇格 那這個奇格 一輪的話 一共有25格 那抽到15格之後呢 第16格他就會直接保底一個大獎給你 大獎的話就可以在這邊來做一個選擇 抽到大獎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下一輪了 那麼 每一次活動共有20輪 再來這邊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炸彈如果開出來他會炸旁邊的格數 但是他並不算是這個 15次的保底之內 就算你炸了4格 你一樣要抽15次 那第16次的話才會有這個保底大獎 這邊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 好再來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獎勵的部分 以阿貝現在兩天 直到第2局 所以說7天的話 頂多差不多 到第5局 運氣應該就算蠻好的吧 對不對 第5局第6局 所以說我們就稍微的先來講一下 像 第一輪的話阿貝是推薦可以來選500的元寶 因為肥料整體來說真的還蠻多的 現在阿貝本體缺爆 但是完全不缺這個肥料 好再來第2輪的部分 如果你是練天側斧的話就可以來做一個選擇 但是天側斧我是 不太推薦 練太多 所以說 這邊的話阿貝就會來選擇 高級俠客的殘緣 看能不能塞到六扇門 好再來第3輪的部分 這邊有兩個選擇 就是可以來選這個 自選木卡 但是自選木卡這邊好像也沒有說 特別好的東西 我們 能夠去做一個選擇 所以說阿貝這邊是第3輪比較推薦 來選 大俠殘緣 好在第4輪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自選水卡 那可以選到 松山派 所以說 可以來選這個松山派 如果你有缺的話 那 如果不缺 那就選這個 元寶 那阿貝的話 我是會來選松山派 畢竟我還蠻缺的 好再來第5輪的部分 這邊 國卡可以選到很重要的 鬼谷派 那如果你沒有練鬼谷派的話 就只能去選這個 金絲男 那麼金絲男整體來說 CP值也算是蠻不錯的 像他這邊20個就價值3000元寶 CP值很高 好再來第6輪這邊阿貝就比較推薦來選前緣卷 畢竟這個是我們獲得到陰陽角很重要的一個管道 那麼20張的話就價值了 1萬的元寶 那1萬的元寶去換一隻九狸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虧 所以說第6輪就不用思考了 就是來選這個前緣卷 好再來第7輪的部分 第7輪的話就要30以下了 因為這邊可以選到核心輔助 那阿貝的話我就會來選核心輔助 畢竟這個3000元寶買到一隻核心輔助 我覺得是蠻划算的 好再來第8輪的話 這邊可以拿到核心輸出自選卡 阿貝超想要的六扇門 可是 這個要 抽到第8層應該要課蠻多錢的啦 那通常會課到這邊的人 阿貝就比較推薦來選 前緣卷了 對不對 好再來第9輪 第9輪這個自選卡好像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所以說這邊是比較推薦來選 金絲男 這後面的獎勵 要嘛就是 完全不要跟這一次活動 對不對 完全不要跟 再不然的話就要直接跟到12輪 直接跟到12輪 奇怪他不是說有20輪嗎 那怎麼獎勵只有到12輪 阿不重要 我們來把這個最後的獎勵講一講 第10輪的部分呢 這邊就看缺什麼吧 那第11輪的部分 如果追求進度 就來選這個三合仲凱 那如果比較沒有那麼追求的話 我覺得前緣卷還是比較理想啦 畢竟說 這個好像不是封頂的 因為封頂的話 它對應到相對屬性 還可以再獲得到一個30%的數值加成 對不對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12輪 那這就不用想了 12輪就是拿我們的天下會 對不對 拿我們的天下會 要到12輪真的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所以說不太推薦跟這一次活動 好再來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心服慶典 這邊有來做一個更新了 對不對 那麼 精細俠客自選 為什麼沒有六三門 真的很幹 所以說 第七天的核心自選卡 這邊阿貝是比較推薦來選 花劍派 花劍派首選 其他的話就 看個人喜好了 我就推薦花劍派 好再來這邊還有個活動 限時兌換 那只要28張券 就可以換到一支天下會 CP值很高耶 對不對 28張券每天活動可以 每天解完這個日常可以獲得到一張 那一次活動就可以獲得到7張 再加上 再加上這邊有一個禮包CP值很高 就是我們的這個 每日禮包 這邊有個33塊的 然後可以買到一張珍寶券 這個 CP值超級高 對不對 畢竟說 33塊一張 那乘以28張的話 頂多也花900多塊 可以獲得到一支天下會 我覺得 CP值超級高啊 那麼 但是如果每天只買33塊又買不起 就是又不夠 變成說要多刻一點 那每天買的話 是等於說可以獲得到 14張 那我們還需要14張 那等於說要再多來克這個 克個3包330的 那等於說我們要花多少錢 330 然後 330乘3 33乘7 然後再加上 330乘3 是再加上990 等於說是花了 1221塊 然後 去獲得到了一個天下會 我覺得算是蠻划算的啦 如果以 中克以上玩家來說 蠻划算的 那小克的話就可以 只克33塊 然後 然後 等下一次的珍寶活動 這個券 如果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可以存啦 應該是可以存 因為阿貝看他的這個介紹並沒有說會回收 再來這邊也是寫說道具啊不會過期 所以說可以存到下一次 但不知道下一次他會出什麼角色啦 下一次應該就不會是天下會了吧 最後這邊怕有一些人搞混 所以說 再強調一下 如果你是小克玩家的話 阿貝是推薦說每天克33塊 拿一張珍寶券 存著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你是中克以上玩家 又追求進度的話 那麼 330這一包對你來說 CP值就算是相當的不錯 那中克玩家的話就剛好 克到這個天下會克出來就OK了 就等於說就是 每天克33再加3包 330 這樣就OK了 換出是天下會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大克玩家的話 才考慮說 每一天都把這個33塊跟330 直接掃滿 好那阿貝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貝汙們 下 機 再見 拜拜